台南美尼四百剛才打頭電的臺灣頂會議員 第一選過議員在總結順領域 欺北地区上街別車的願望就是半跨年 因為市府在映華半十四張跨年 結果欺北一張都沒有 對當地並沒有公平 最初議員王宣茂希望在台南四百開始的第一天 會當第一關關戶所在的新亞半跨年 讓全台 讓世界看見人 所以希望說議員的建議很好 如果要在新營的民政市政中心也好 或是舊體育場也好 或是新營體育場也好 要找一個適當的地方來辦一個跨年晚會 我可以跟剛剛也跟各位議員報告 我會好好的思考 希望能夠一方面創造雙贏 一方面也能夠帶動 那也不要變成自己打自己 那尤其如果說在新營辦的話 搞不好隔壁的縣市的人 如果他們沒有辦晚會 跨年晚會 他們的年輕朋友也可以到新營來 尤其中 王宣茂 新加豐加李宗憲三位議員 也在總結孫公開要求市長簽署 對主市長請必殺害林津蘇克 在9月30號進行定案的勝路 也希望每年幾年 落下有多多文化給所有黨 來廟下過去四百年來 驚過歷史喀家 讓台南發更發揮 我們的新聞 顧恩吉 張壽惟 蔡宏伯德